打在什麽地方不是固定的 懂得嗎 他不是固定的 他說我們甩手掌是腎 腎不是打在別人的前面嗎 我說甩手掌是我在這邊他從後面打我 然後我就這樣回拍 那甩手掌一定這樣用嗎 假如是這樣子我跟他是在前面 他的手一封一回一回身 這不是也是甩手掌嗎 所以一個招式打在什麽地方 是看你們兩個之間的動態 你就是照你的招式打就是 反正我就是這樣子打 他在這邊打到這邊 他轉到這邊打到這邊 我轉到這邊打到這邊 我在這邊打就打到這邊 大家不懂 打拳就是你把你自己該做什麽把它做好 你說我這拳應該打在哪 是不是 你說這拳應該打在心窩 真的嗎 真的嗎 只能打在心窩嗎 不是嘛不曉得嘛 是不是我如果打是這個樣子 你看我打出來的規矩 他跟我的肩是平的 高度高度如果是這個樣子 好我打他 打在心窩 打你 打在肺 打他 打在肚子 你不要管嘛 你不要管嘛 要不懂 拳打出去只是把你自己的知識 力量做好 人家可能高可能低啊 是不是 你的手還沒放 還沒放 你來 你來 好 我這一拳 好來 假如說這樣子 啪 我這個坎 我這個坎在這裡 這裡 是不是這樣子 好 這個在 這個在那 好 看來 打 你 你有什麽變 因為他的拳來 當我這樣一封的時候 你會有什麽變 我的拳說我要打 我要打他的肋 我要打肋 他現在往那邊已經跑 跑掉了 跑掉了 我這拳起來 變成 變成這個 看不懂 如果是他來 我這個打 他怕打肋 他往下滴 他往下滴 我就打 我就打到頭 頭吧 你不要去追別人 我一定要打肋 我一定要打肋 打肋 肋跑掉了 你還去追 還去追肋 打肋 不行嗎 對不對 打拳就是 你做好 你自己就好 啊 我是用什麽力 我用什麽力 我就是用 我就是用這個力 我這個力應該是什麼姿勢 架構應該是怎麽樣 我把我自己這個做好就好了 要不懂 對方會怎麽樣 那個是對方的事情 你不能去預 預測 等他動了 動了再說 那因為你自己打出來 你的結構是完整的 你的力量是飽滿的 所以當對方動的時候 你才可以從你這個地方變化 好 看不懂 因為我這是正嘛 我從正來變齊 正來變齊 他不離歸於規矩 他快 看不懂 所以練拳你只要管好 我這個甩手掌是這樣子 我就是練成這樣子 所以甩手掌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要不懂 他也等於前面的手 手來 前面的手是這樣子 好 來 這個是 這個是 跟那個 山川掌 跟山川掌相對的 我做山川 你做什麼 要不懂 所以前面的是這個 前面的是這個 後面的是這個 所以你兩邊都要做對 兩邊都要做對 前面的手是這個手 前面的手是這個手 前面手是這個手 要不懂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是這個 是這個 那後面的手是這個手 後面的手是這個手 好 你就把這個 把這個做對 好 來 跟這個 你 嗎 你 你